稍微的禮浪 本席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毛部长 来请毛部长 蔡委员好 部长好 跟部长请教一下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很多有关于发展观光的事物 那发展观光呢 我们有个法律叫做发展观光条例嘛 是 然后根据这个发展观光条例呢 我们就定有一些行政规则 特别叫做观光旅馆业管理规则 是 根据这个观光旅馆业的管理规则 我们把观光旅馆分成一般观光旅馆 跟所谓的国际观光旅馆两大类 是 那我们在管理的这个体制上呢 我们又把一般观光旅馆可以委由直辖市的市政府 哦 可以委由直辖市的市政府来管理 来监督 然后国际观光旅馆的本身还是保留在 保留在交通部观光局 是不是这样的 是是是目前是这样子 好 那 为什么不能把国际观光旅馆的监督事项啊 也通通委由直辖市政府去做 是 我想这一步事实上 谢局长来进一步说明一下 事实上以国际观光旅馆来讲 因为他他他比较需要跟跟这个国际这个观光客来接轨啊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这个国际观光旅馆 他还是希望就是说有有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观光局来管啊 这个除了是督导这个这个建筑之外 将来服务还有行销部分也能够结合在一起 什么建筑啦服务等都你们管 那我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台湾国际观光旅馆有几家 一共有52家 52家 有几家在直辖市里面 呃应该是超过一半以上 超过一半以上 是 应该不止吧 好我们不再管这个 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不管这个数字的问题 所以这个 国际观光旅馆都是归你们自己管 那现在啊 那个我们陈雪森委员的那个马祖啊 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博弈公投 那博弈一般来讲啊 都要兼杂着要顺便推动国际观光度假区嘛 是是的 那国际观光度假区的规模 是比国际观光旅馆规模还大吗 呃他他不只包含国际观光旅馆博弈 另外还有观光游乐设施等等 还有会议展览等等的 对主要会收得到钱的主要是观光旅馆 加上博弈区块 再加上所谓的 呃 convention center购物中心之类的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规模是比国际观光旅馆还要大嘛 是 那你们是要纳在这个观光旅馆的管理规则呢 还是要另外成立弄一个叫做国际观光度假区的管理规则 我想国际观光度假村里面他他会分成几个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了 像譬如说他是会议展览的部分就归经济部管 那这个国际观光旅馆的部分就归观光局管 嘿是分开的 那博弈的话就归博弈局管 呃博弈是归未来的博弈局管 对 现在问题就来了 同样一个区块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单位来管 呃因为事实上很多是这种这种国际度假村啊 这在整理上当然就就是说观光局在家来可以整理做行销 因为国际观光度假村就会有一张执照嘛 是 新加坡只是一张执照一个单位在管 那到时候你在申请国际观光度假区的人 要跑三个单位五个单位八个单位 到时候又骂你们说我要盖一千个张 这要干好吗 部长 我再讲有没有道理 我想跟委员报告了 这个大概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了 第一个层面就是属于他这种叫做综合性的度假区了 度假村了 所以他就会涉及到很多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所以一个层次来讲 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立场来讲 这些这些这些事实上是不可能合并的了 那但是将来在办理上 我们就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将来可以有个统一窗口 不是还是要你交通部来统筹吗 我们将来可以 还是交通部观光局在统筹吗 我们可以来设一个统一的窗口了 但是如果交通部我的意思是交通部观光局不是有协调的 管不动其他单位 如果今天有哪一个当队跟你吐车 那还是骂人还是交通部啊 对了我想可能要用单一窗口了 用单一窗口的方式来办 我是说窗口只是窗口而已啊 没有什么 不过跟我说话了 我们大概不太可能为了一个国际度假村 我们把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这些权责都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非常简单嘛 像我们今天的建筑 今天的旅馆 它的建筑还是归归建筑主管机关 但是基本上 问过台北市总基本上还是以你们的意见为主 对了 我们会做统一窗口了 那么我给你请教一下 那所以说你们未来这个国际这个度假村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则 是要附属在目前的观光旅馆内的管理规则底下吗 还是另外在所谓 你们现在设计怎么样 没有 这个观光旅馆是安得在下面 我们在这个投资度假村 这个部分只是审查它的这个投资计划 那么至于将来这个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像比如说观光旅馆好了 观光旅馆里面有这个建管 消防 还有劳安的这个部分 也各有不同的 那你们要一样通通都是塞给马祖县政府去弄吗 这是看哪一部分的管理 不过我这个赞成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提醒你哦 你看看那个马祖县政府建管的可不像台北市政府一堆人哦 只有几个人的人力哦 所以你在做这个分工的时候 他如果做不来你宁可要把权力收回来哦 你应该把权力收回来自己勇敢负责哦 不然你看不要说马祖啦 金门跟澎湖啊 那个县政府规模比较大 你那个搞那个建管也好 那个人没几个人耶 你第一个你把他累死了 第二个他没有经验 那里面有几个有搞过国际观光旅馆经验的人啊 不是你们应该收回来做吗 负起全责吗 不然你推动那么多个计划 你看新加坡统一事权 一个单位一个权力做到底 那个负责人就负责到底 不是应该观光局长负责吗 像建管消防这个部分 还是基本上是地方政治的一个群体 他如果弄不好 你还在盖不起来的时候 你不像那个花莲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远雄那个盖不起来 骂还不是骂我们交通部办骂谁啊 还骂政府办骂谁啊 你到时候还不能说 哎呀因为那时马祖在管 那马祖在建管客只有一个人 金门呢建管客两个人 然后那个这个澎湖啊 三个人 你要考虑实际的状况 你要把权力给他们 如果发现不对 你就要来做处理嘛 这是我提醒部长的 你不要想象什么 那个县政府像台北县政府 新北市县政府 这种规模这么大 我想跟委员报告了 因为像这个案子往下推动 还有很多的阶段要走了 我想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来注意这个问题 我说提醒你啊 好谢谢 所以你们现在在拟什么管理规则 国际度假村的管理规则是 主要是它是一个评审的规则 这个是不是你说明了 这个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投资计划书的一个审查 另外一个是博弈游戏 这个管理法 你细节要通通把它摸清楚 你看地方政府如果没有能力 我说句老实话啦 马祖的现代的规模 跟现中的规模啊 不过比一个区啊 一个政工手还小啊 对啊 那个目前那个投资计划的这个审查办法 我们这个初步草案已经援你出来了 所以是你拟的还是前任的局长拟的 呃就是一起拟的 那个当初是由我来负责 当初是由我来负责 还是另外一个副局长拟的 当初由我来负责 由你负责啊 是是 所以现在你身为局长以后 就全部要你负责哦 哦是是是 哦不可以推给别人 我推给前任任的啊 我是很担心啊 因为陈雪胜跟我提 我觉得我他他太乐观了 呃了解 像这种事情啊 出差错的话会一笑国际 好我言之教的话 我们会在将来这个 这个这个严理这个 这个相关法规细节 我们会来会来 严理就是要你 你局长要付全职 不然你不对部长怎么交代 到时候哀骂是我们毛部长啊 不是这样子吗 哦 第一个 人力物力是否够不够 比如说 你国际观光旅馆坦白讲 没什么好谈的 你就不敢委由台北市政府来管 台北市政府在中华边的人力 会比你少吗 比你观光旅少吗 不会 你就没有委论他了 那你现在如果说 动不动也要授权什么 澎湖县政府啦 金门县政府啦 或者是这个这个 连江县政府啦 我告诉你 你把他们累死了 他们做不出来 到时候还不是你倒霉 就像我们淘宜航空城啊 吴之洋也在念啦 他说我先政府这真的很人力 你要淘宜航空城规模那么大 你中央部帮你忙 的话 谢谢委员提到航空城啊 航空城事实上在行政院的层次 由副院长到召集人啊 我们一个跨部会的小组啊 这是在行政院 我知道你们很努力在动这些东西 可是你要注意到 所以你委办各地方政府 要注意他的人力物力能力够不够嘛 了解了解了解 对不对 不能塞给他们 结果他们把它搁在那边 你不是更后人把东西弄砸了 你不是更惨 了解了 所以这个拜托这个部长 跟局长 特别是局长 你要把权力集中在手上 你做决定你负责 到时候就没有人可以推来推去啦 不要到时候你推给副局长 副局长推给科长 科长推给连降县政府 那不添下一团乱 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际资金投资的 丢脸是丢我们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的脸 万事拜托 了解了解 谢谢